去年10月 驻美代表蕭美琴 与新任亚太助卿康达会晤 地点是美国国务院 过往因为美国国务院 存在着与台湾官员交往的联系准则 所以我驻美代表 无法以正式身份 与美国官员互动 但这项限制却被前美国国务卿 蓬佩欧打破 蓬佩欧在2021年1月9号宣布 声明表示 对于美国国务院先前 以国务卿名义授权发布的 所有关于台湾的联系准则 行政机构现在都可以视为无效 被看作是台美关系重大进展 但其实早在2020年8月和9月 也是蓬佩欧担任川普政府 国务卿任内 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和美国国务次卿 克拉克先后访台 再再凸显蓬佩欧努力让台美官员 互访正常话 也因为蓬佩欧为台多次发声 让他被看作是最有台的美国国务卿 更不用说美国对台军售 川普四年任期就签署了11次 金额高达183.35亿美元 为台湾巩固对抗共军的力量 蓬佩欧也居中穿线 特别是川普政府后期 也就是蓬佩欧担任国务卿的阶段 那我相信他就算没有这个直接的明确的帮助 但是间接的从美国的整个安全战略的版图来看 他的这个推一把手这样子的效果是绝对存在的 与其说是他同情台湾遭受不合时宜的对待的心情 不如说他知道他如此做 可以向北京传达一个强烈而且严肃的讯息 是美国反对中国大陆对台的政策 因为美中竞争格局不变 拜登政府自然得延续友台立场 去年3月随帛琉总统访问台湾的美国驻帛琉大使尼约翰 没了台美互访准则框架自然也不需要低调遮掩 不过蓬佩欧在卸任前出手挺台力道之大 接任的拜登政府虽然没有修正其政策 却也有符合自身立场的一定规范 像是不在任何会面场合展示中华民国国旗 凡是关乎主权的都不允许 接任的这个拜登政府目前来讲做法相对是比较保守 那么他们也尝试的再重新制定一个这个来往的原则 那么当然不是全面开放 可是也不会退回到当初那么严格的限制 印太战略中台湾彰显自己的价值 蓬佩欧注意到这一点出手让台湾更强大 台湾也顺着时势所趋 孕育出与美国关系最好的时代 金新闻 赵魂 陈志宇 采访报道